HELLO,ARTISTS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我是KT避震器的經理 經理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車款呢 當然是ARTISTS的 可是這一代的是最新款的12代的ARTISTS 那這一台的話之前已經有在社團裡面跟大家分享 因為剛好今天又是安裝到這個世代 所以我們一樣開個直播 跟車友們一起來分享一下 那這一款的12代的ARTISTS 最厲害的應該就是屬於它的底盤系統 因為跟9代、10代、11.5代之類的 舊的世代已經全部做一個全新的底盤 這個底盤叫做TNGA 那TNGA最早開始的車款是CHR 後來的話還有RAV4 5代 還有KAMERY 還有很多很多的TOYOTA的車系 都已經共用這個底盤 包含最新要上市的一個YARIS 新款的小壓 它的底盤也有一部分是使用類似這樣的一個結構設計 而且還有一台叫暴力壓 對吧 這一台暴力壓後方的話也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好 那我們不把車子移到其他的車款別 我們一樣來看一下這一款最新的這個12代 這個世代的 它還有油電款的 這個 它原廠的輪胎 是205 55 16 那也有其他的版本 但今天的話車友 不只是改裝了KT的避震器 還有一併要把輪胎跟鋁圈升級到17吋 那17吋的輪胎鋁圈如果啊 預算夠的當然是直充鍛造的 可是鍛造的一個17吋的也得要大概一兩萬塊 它的CP值不是很高 所以今天車主選擇的是懸壓 懸壓的話如果17吋的話大概8公斤上下 它的重量啊 就已經升級17吋 可是它的整體重量會比16吋還要來得輕 所以整個CP值的話是非常高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好了 這個是原廠後方的殘桃 這個是原廠後面的避震器 那這個世代其實差異最大的就是在後方的懸吊系統 因為前一代的Artist 它的後方算是一個扭力量加拖一臂的系統 所以在操控上會比較受到市場 比較需要激烈操控的車主 會覺得那樣的懸吊系統是不太夠的 那這個世代已經改成是多連桿的系統 所以在操控性上的話是提升非常非常大的幅度 那今天的車主啊 除了要改裝KT的避震器之外 也希望車高啊能夠同步降低 那前面的話預計大概兩指 後面的話大概一指半 有的車友會詢問說 怎麼不是兩指兩指 因為這款車啊 它的後輪弧離地高度會比較少 所以如果前面後面都裝兩指的話 屁股會稍微翹翹的比較沒有那麼 視覺上比較沒有那麼協調 而且重心的話就會比較偏向前面 在激烈操控的話是比較不利於 會比較會有推頭的狀況 所以我們希望它的車高還是維持一個水平的 所以會建議前面跟後面的車高啊 落差的話大概是做半指幅左右 所以今天經理建議車友前面做兩指幅 後面的話是做到一指半 那這款車如果啦 有要降很低很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裝仰角調整器 因為這台車的後面啊 有一顆螺絲是在這裡 你鏡頭在下面這裡 我這裡剛好指得到 這個螺絲它是後方是在做定位用的 但它能調整的是後方 假設這個是輪胎 是輪胎這個投影的角度 這個camper的角度啊 也會微幅改變 但車高降下來之後 後輪輪胎的角度會變成這樣 所以比較容易磨耗輪胎的內側啦 所以如果有車高有降幅比較多的話 就會建議要加裝後面的仰角調整器 能夠藉由仰角調整器的調整 把這個後輪的camper的角度呢 把它做到比較接近原廠車高之後 這樣輪胎的磨耗就會趨近於正常 這個是後面如果有要改的非常低的話 就建議要改裝的部分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它本來後方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這個上座幾乎啦 TNGA的底盤系統都是共用這個上座 其實這樣的底盤設計在 在AGOF的四代五代 它都已經是VH的系統 已經都在一個共用底盤的架構 那這個四代也是一樣 這個上座的設計啊 TNGA幾乎都是共用這個零件的 所以上座是需要沿用原廠 後上座需要沿用原廠 那前面的上座就不需要 前面的上座啊 KT秀附一個新品 那它的行程其實不長 它的行程不長喔 還有Auris的話也是這樣的底盤設計 Auris 這是它後方的行程喔 所以這一款車啊 有很多的車友 包含Auris都會問經理說 那這款車可不可以改裝短彈簧喔 其實這款車前面的話可以 但後方的話就不建議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它後方的行程 這是它後方的一個緩衝滿頭 它的緩衝滿頭之後啊 剩下這些行程 可是車高當輪胎著地之後 它還會吃掉不少的行程 所以如果在改裝短彈簧的話 其實在滿載的時候 它就貼著滿頭在跑 所以在乘坐感上的話 經理可以保證喔 如果後方滿載家行李的話 一定會觸底會貼著滿頭在跑 那遇到坑洞之後的回饋感覺啊 就不是很好 所以有一些車款 並不太適合改裝後方的短彈簧 所以如果長行程的話 那就沒關係 我們浪費個三五公分的行程都還好 譬如說 CAMO的五代六代七代 這個懸吊系統 它前後都是賣花成的 我們來浪費掉兩公分 三公分的行程都沒關係 但這款車的話 後方的話就沒有的浪費囉 所以如果有改裝短彈簧的話 再仔細體驗看看 是不是有經理剛剛說的這個狀況喔 好 那KT的話 這個彈簧其實 它原廠的磅數比較低 KT以這台車來說 後方的彈簧公斤數是配置六公斤 前面是配置七公斤 所以在行程的部分上來說 KT是做到一百一十九MM 它比原廠還要少 但是比原廠還要少 正常來說是會觸底啊 可是並不會 因為KT彈簧的公斤數 這個原廠的應該 應該大概三公斤到四公斤左右而已 但KT的話是做六公斤 所以在相同的重量壓下去的時候 它原廠會改變的幅度很多 KT的改變幅度很少 所以一百一十九MM的行程 就絕對夠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原廠的 這是原廠前面的避震器 這是左邊的 這個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這個四代的TNGA的底盤 已經跟前一個四代都不同 所以這個零件 跟十一代的Artist 或者是十一點五代 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現在改裝上去的樣子好了 這個就是經理剛剛提到 上座的部分 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那在上座的下方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機構 就是在調整 後方阻尼的軟硬度的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往順時針方向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就是變軟 所以從這個地方 可以來做阻鈴的調整 那剛剛經理提到的行程 就是這一節 這一節指的就是避震器 它作動的一個行程 這個一百一十九MM 算是還蠻長 那這個就是後方的彈簧 它在彈簧的下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從這個地方可以來做調整 後方的筒身 拉長跟調短 這個筒身 如果我們把它拉長 後方它車高並不會改變 因為後方的車高取決 是來自於彈簧這邊的長度 如果我們把這個彈簧 它下方的調整機構拉長 它的整體長度變長 它的車高自然就變高了 那這個 這個避震器筒身的地方 其實也能調長調短 可是它並不會改變車高 因為這個筒身的調長調短 它是來取決做出彈簧的預載 所以這一台車安裝上 沒有一個特殊的一個技巧 所以在安裝只有一個重點而已 這個筒身千萬不能縮得太短 因為縮得太短 它的彈簧預載過多 就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一台車所有安裝的重點 就是後方的筒身 不能縮得太短就可以了 這個也是專用的一個防塵套 它的都是專用的規格 密尿度的話非常非常棒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就比較一般 它前面的話是一個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在上座的下方 在這個飾板的下方 它上座就藏在這個裡面 所以它TNG的系統 它這裡都還有一個板件蓋住 所以如果要調整阻尼的話 就建議要鑽一個小孔 才比較有利於阻尼的調整 好那這個12代的前面 它一樣是一個賣花層 這條彈簧比較值得介紹 一般來說 這個彈簧我們配置的是賣花層 會配置直捲的彈簧 但是阿提斯的車友 比較大部分都是需要舒適一點的路感 所以這一款車的我們的一個主尼的設計 是設計的稍微比較強一點點 但是彈簧的設計 它是設計一個燈籠狀 它不是直捲式的 直捲式的彈簧它的回饋 就是直上直下會比較直結 那燈籠狀的彈簧 我們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彈簧會壓縮 有一部分的力量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的乘坐感覺 會來的比較舒適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 它的彈簧形式很特別 不是直捲的 是中間胖胖的 這個是200長7公斤的彈簧 那這裡的話有附上座 有附滿頭 還有一個方程套 這些都是有附在裡面的零件 那前面的離載串固定座 這台車12代的阿提斯 如果改裝KT的避震器 不需要再多花費用 去換可調式的離載串 或者是強化之類的 都不用直接沿用原廠的離載串就好了 因為這個鎖點的高低點 KT的設計 是跟原廠一模一樣的設計 不需要改短的 也不需要再多花錢 但這樣有一個好處 就是萬一日後 這個車還那麼新 離載串一定都還好 如果有可能開個三年五年之後 這個離載串的連桿 這個感身 它的球頭已經磨損了 要做太換的話 就直接換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量測 不需要再花時間去找這個特殊的規格 所以這個是 就用原廠的規格就可以了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器 哇這些都是有符合 歐盟安全的規範 這些都是跟原廠的固定位置一樣的 那前面這個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它的賣花層的避震器 不只是負責上下坑洞 不平處理的一個狀況 它還得要負責我們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它上面還要得旋轉 所以上座的上方 裡面就有埋了一個軸層 所以這個是一個賣花層的設計 那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單純 有問題 好那我先把這個講完了 前面的車高調整比較單純 前面的車高 我們如果把這個賣花層的整體桶身 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變高 縮短的話車高就會變低 以這一款車12代的Alice 如果裝205 556 或者是215 457的輪胎 最低大概可以降到半指幅左右 最低可以降到半指幅 那最高的話大概可以接近原廠的高度 所以它能調高跟調低的範圍相當的寬 而且調高跟調低 不是靠壓縮湯網去改變車高 所以它的調高跟調低的乘坐感覺 是很不錯的喔 好有什麼問題呢 10.5代可裝嗎?價格是多少? 10.5代啊 KT應該是從8代 9代 10代 10.5代 11代 11.5代 12代 全部的Alice Corolla系統我們全部都有做 那Alice的系統 道路版的完工價錢就是2萬6 競技版的話是要加3000元 是2萬9 好 那KT的用料經理也來特別介紹一下好了 KT用料真的用得很不錯 而且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如果日後有需要維修 有需要單換一個螺絲一個螺帽 都可以單獨開換 那KT用的阻尼油 裡面最重要的填充的阻尼油 是使用義大利IP的阻尼油 這個是一整桶200L 一個原裝來台灣的一個油品 那像在油風的部分 這個是日汽車 很多的車友啊 都是推崇日本Tim的品牌 那Tim的話他所使用的油風 就是使用日本最大的品牌 NOK的油風 所以這個油風的品質跟壽命 都相當的不錯 KT的話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那最近的話有很多的車友 在社團裡面有詢問 哪一個品牌是車友們 推薦的避震器的品牌 在回覆當中喔 琳瑯滿目 台灣做避震器真的太多太多了 那其實啦 經理建議大家 要比較避震器的方式啊 就是試乘車友的車試乘看看 那KT的話 我們的經銷的體系喔 北區的經銷商 莊區的經銷商 南區的店家 分別都有試乘車可以提供給車友們來試乘 也幾乎每天啦 經理都會載著不同的 開著不同的車的車友來試乘 所以很希望啊 車友們如果有機會的話 就歡迎你來試乘看看KT的產品 那試乘之後覺得滿意 再來考慮要不要太 更換那個避震器就好了 以上是今天 Artist 12代的直播分享 謝謝車友們 謝謝大家 掰掰